今天在我们节目演播室一起来进行观察的是两位老朋友 著名作家陈岚老师欢迎您 著名心理学家雷鸣先生欢迎您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热潮 我们看到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国学班私塾读经班等等 但是其中也不乏一些不良机构 打着国学的旗号向社会传授着比方说三从四德这样的文化糟粕 当这种类型的国学班面向孩子受课会发生些什么呢 周围的人们又会怎么做呢 一起来进行今天的节目观察 小学教材中国学所占比例也在大幅增加 国学班甚至成为一些家长的教育选择 截至2019年年末 国内有超过3000家国学学堂 儿童国学教育市场约为135亿元 然而一些机构嗅到了商机 这个老师将来得了这么大一个肿瘤最后癌症晚期 什么原因呢 不孝啊 用糟粕偷换国学 并以此牟利 在国学热下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呢 为此我们设置了以下剧情 父母教需静听 父母则需顺承 很好 咱们国学班最讲究孝顺 孩子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父母 咱们国学班里还教了什么 男为天女为地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很好 既然你们悟性这么高 回去就和你们爸妈说 不要去普通学校学习了 继续在我们国学班学习 当目睹另类国学课 你会怎么做 在这家便利店内 我们已经隐藏了好的摄像机 观察后台也准备完毕 现在观察开始 国学老师带学生来到校外 准备给他们读补课 你们在家听父母的话吗 不听话 我有的听 有的不听 怎么能不听呢 他们有些说的是不对的 不对也要听 咱们国学班里怎么教你的 爸妈说的话 不管对不对 都要认真听 你说你先说一下 孩子要 孩子要听父母的话 不管父母说不对 都要 都要听父母的话 孩子要无调性地扶持父母 孝顺 本是传统美德 但一些国学班利用孝道 将父母化为绝对权威 这个老师将来 得了这么大一个肿瘤 最后癌症晚期 什么原因呢 不孝啊 太荒芜有了 2018年 某传统文化亲自下令营内 孩子们被迫给父母洗脚 下跪 而据所谓的老师称 只要孝顺就能百病不禁 此事经报过后 该下令营被勒令停止办学 可此类机构仍屡禁不止 男士一直在关注 很多国学班 尤其是给小朋友 尤其是给小朋友的 里头就抓住了这一点 父母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父母说的一切 你们都要感恩 都要服从 这句话你问哪个父母 哪个父母不获益 对呀 孩子不好管啊 就算父母有时候 说的不对的地方 又有什么关系呢 父母会害你们吗 知道 所以你们就应该听父母的 孝顺父母感恩父母 知道吧 国学班将孝顺等同于顺从 但要反驳这样的孝道观念 或许并非一时 实在是受不了 但出来错 近年来 各式国学班的出现 丰富了家长的教育选择 教育部也明确指出 国学能丰富教育形式 但无法代替义务教育 男士离开后 我们的观察还在继续 你在写什么啊 我在写作业 写什么作业 老师学校布置的作业 说了多少遍了 写什么学校里的作业 让你们抄那个地址规 抄完了吗 普通学校只教你们知识 但是在我们国学呢 不仅教知识 还教你们怎么做人 女士用手机录下视频 这就过分了 你们现在上这个国学课的时间太少 只有假期和周末才能上 要不这样吧 回去跟你们的爸妈说 以后呢 就不要到学校去学习了 要长期报我们这个国学班 学我们的国学 这已经涉嫌违反了 义务教育法了 你不要去学校学习 要是来我这儿学习 但实际上学校是义务教育啊 女士一直在关注 她会怎么做呢 老师去回个电话哈 我回来要检查哈 好好的复习 你多大了 我11了 好吗 好帅吗 谢谢 你也长得很帅 学习一些传统文化是可以的 但是 基本知识常识的孩子要学的 对 一些基本校道是可以学的 但是有一些老师说的不全对 老师哪一个都不对 我们要学会自己去判断 对不对 那如果说 这个人他就是骗你的 那他说的就是不对的 你也要去骗 你们11、2岁了 那你们在没有进博学班之前 你们的学校的老师并没有这样跟你们说过 对不对 对啊 你看你们上了这么多年的学 老师都没有跟你们说过 然后你只上了十天就博学班 这个老师就跟你们说这些 对不对 那为什么其他老师不跟你们说这个呢 你老师跟你们说的一切 你都可以跟回去把妈妈商讨一下 对于孩子来说 这些道理或许难以理解 但作为父母应该倾听 你们去学校读书对不对 你们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多的同学 很多很多的人 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 很多老师会传说你们各种各样的知识对不对 如果你们仅仅只是在这个博学班里面 就统一由这几个老师 那你们的思想就会固定 就会永远只会只听这几个老师的话 你们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懂吗 因为这样一直下去的话 如果说真的小孩的话 因为这么一句话 就导致他后面不去上学的话 其实真的是一个社会 包括国家也损失一个人才 不是说不该接受国学教育 只是说这样的国学教育是不对的 比如品德这一块 教他们怎么礼仪让人啊 这种可以去学一学啊 但是对基础的知识你不能忘啊 他说他中华文明历史5000年以来 我们现在一直秉承的都是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他国学班 他友好的方面我们可以去学习 他像那种不对的思想 对吧 我们不应该去学那些东西 对 那不然为什么我们文明社会 要发生到21世纪呢 旁边的这几位路人 还不太能够介入 等到第二层面说用国学来代替 第九年之义务教育 这个时候大家受不了了 拍案而起 刘老师 摆明了这个说法违法 咱们这个教育部下发的 这个通知当中明确的写出来了 以国学班私塾读经班等形式 替代义务教育的都属于 非法办学行为 据统计 截至2019年 我国有超过3000家国学学堂 其主要招生对象为中校学生 其中年龄最小的学员只有四岁 此类国学班收费高昂 但仍有许多家政报名 今天首先上来叫开学第一课 当然这个第一课是打引号的 国学班里面把校道文化 孝敬父母变成余校 很多国学班 尤其是给小朋友的 里头就抓住了这一点 父母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父母说的一切 你们都要感恩 都要服从 这句话你问哪个父母 哪个父母不获益 对呀 孩子不好管呢 当孩子不好管 我又让他想听话 想省心的时候 我就缺一个这样的老师 告诉他 父母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这个时候 我已经忘记了客观评价的对与错 我会坚决的支持 老师说的对呀 抓住了根本上的一个心理 有多少去国学班上课的孩子 是因为爹妈已经不知道怎么管了 最好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学会绝对服从 才把孩子送进来 那都是一些比较短视的 急功近利的 我知道一个最基本的常识 他们才是未来 我们是过去 我所要做的就是扶持 培养 滋养他们 让他们尽情地去生长 那接下来的画面 现场据说进行了一场关于国学的大讨论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继续来观察 今年八月 某国学夏令营授课视频引发热议 视频中 一名年轻女孩站在讲台上 带着哭腔进行自我控诉 那什么样的人会带美头呢 就是那些不正经的女孩 这样的女德课并非个例 一些所谓国学机构 正公然宣扬男尊女卑等观念 实际上基本要跟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 打不还手 第二 骂不还口 第三 灭难受受 第四 气绝不离活 女子 会呢就是往上走 会呢在最底下 女人挂飞的手 我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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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马上 你就是那群 俘我 当这一幕真实上演 我们将看到 不同的性别 所带来的不同观点 首先是这位女士 你怎么回事 领子一定要穿穿好 女孩子 一定要注意 热也不能这个样 女孩子领子不能开那么大 明白吗 女士一直在关注 不仅要衣着得体 还要听男生的话 不要说男孩子欺负你 就算他们打你骂你 你都要忍着 做到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我的天 这要是女孩的家长 怎么会把孩子送去 男为天 女为地 长大了 结了婚 嫁了人 就要听丈夫的 你自己说一遍 长大了 听丈夫的话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一来顺受 永不离婚 知道什么叫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上写着男女平等 这帮半班的 他都不怕违宪 我的天哪 对啊 他们本身的行为 就已经违反宪法了 你觉得说的有道理吧 有 女士似乎有些愤怒 一个女孩子要懂规矩 以后就嫁得好 嫁得好 比读再多的书都要好 知道吧 将来长大了 你就知道感谢老师了 她会怎么做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男为天 女为 随着女士的介入 现场也展开了一场辩论赛 这是以前的传统文化 但是现在社会 不一定是这样的 以前那些道理 现在放不上台面嘛 因为他们现在小孩 什么也不懂 应该学一下 这以前的传统文化 你们应该都知道 她怎么看 好人或者坏人 怎么分辨 如果有人对她们动目 或者动不动地骂人 这样是不对的 一个女孩子 亲从丈夫的三从四则 是很重要的 但是要互相尊重 如果男孩不尊重你 我一妹的拒绝问她 没有用的 女孩子呢 就是应该温柔 但是男孩 你应该叫她 男孩子要底田立地 吃男子汉要烂 这些妹妹或者女孩子 反正我认为 我叫的这个是对的 如果你坚持你自己的 你就不要教话她们 面对女德言论 女性的态度已十分清晰 那么当男性目睹这一切 她又会怎么做呢 我都听不下去了 我一个男的 什么叫做女孩子 以后长得长得很大 叫人打不还手 罢不还口 永不离婚 阿姨我跟你讲 21世纪这种婚姻观念 你这种什么 是错的你知道吗 我们也是只是在叫 他们传统文化 你已经跑偏了 你讲的根本就不是国学 好吧 你跟国学哪里扯得上 一点关系 你传说的只是一些 以前的封建思想而已 怎么不是国学呢 这叫什么国学 男的打女的结婚以后 女的不能还手 罢不还口 还永不离婚 凭什么呀 阿姨你跟我讲凭什么 文学文化只能 去其糟糠 去其精华 阿姨你这教的 真不是国学 我劝你早一点 把这个小孩用 就送回给公司 面对两位的连分之一 我们的演员 只能落黄而逃 回家了 男士却送上最后一集 回去我们星期一 再来上课 我知道在哪里了 我第一时间打电话 给电台报告你 说到做到 可是我现在不知道 战斗被打够 越想越生气 把他捕捉 那么现在就让电视台 来接受举报吧 你好 不好意思刚刚让你这么生气了 想给你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节目组的 我们在做你们节目是吧 我就吓死了 搞得国中工了 虽然我对国学不是非常非常之了解 但是国学根本就不是他刚刚讲的那种 那种应该不叫国学 那种叫封建运行思想 国学怎么讲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要百度一下 因为我也不是太清楚 但是只是我单方面的听不下去而已 所以我才反驳都说了两句 现在女的一样能赚钱 家庭里面谁能赚钱 谁就养家 对不对 女的如果更有能力的话 那女的赚钱养家也可以 男的在家里带小孩 不反对学国学 但是要学对的 而不是学这种 带有这种欺诈性质 乱雇人子弟的这种国学 我觉得那位眼镜兄说的很好 我们一百年来反封建 反地质 反殖民 我们好容易就是才换来了 今天这么一个平等的自由的国度 大家堂当正正的坐下来 就是男女平等 同工同酬 他其实传递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女德那一套吧 什么这个丈夫可以打妻子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永不离婚啊 连我们男的都不认同了 为什么现在很多男性 尤其年轻的 他们真的是从内心深处 认同男女平等这一点 不是说一个女性去认为 好像我被别人压迫了 或者怎么样 不是 有很多男性 他内心深处是有公平的 一定是男女平等的 首先他们非常清醒 他们非常清醒 知道这是披着所谓国学的外衣 然后实际上传递的是一些 不正确的价值观 他们每个都已经点明了这一点 但是说实话 面对这样的事情很简单 他已经明显违宪了 对 而且他们这个办学资质合法吗 这完全都可以用法律武器 就是现场就可以拆穿他的 就是大家还是绕了很大的弯子 就是从今天我们看到的 这个画面来看 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变相的 去消费伪国学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的观察当中 据说现场的路人们 用自己手中的实物 表达对于伪国学的观点 看看他们会怎么做 当演员公然宣扬男女不平等 接下来 为了反对女德言论 人们竟做出了同样的举动 首先是这两位男士 你们在干什么 打打闹闹太不像话了 是他欺负我的 他欺负你怎么了 咱们女德课怎么教的 男为天 女为地 在所谓女德的标准下 男性拥有截然不同的地位 很好 老师奖励你们吃点零食 你干什么 我也吃点 你不能吃 那个女德里怎么教的 你说一遍 男士们似乎觉得有些可笑 但这却是某些国学般的日常 这种对食物的剥夺 是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 对女性的一个经久以来的设定 而从只能吃男人吃剩下的 到女人不能上桌 这个都是在文化当中 已经形成的结构性的一种压迫和剥削 当这一幕真实上演 一定要等男孩就吃完了 他不要了 就剩下的你才能吃 明白吗 男士的态度十分鲜明 不光现在以后呢 以后长大了 结了婚 闭嘴 闭嘴 老师再去一下 马上再过来 那么当老师离开后 他们会怎么做 他说他是你的同学吗 他是你的姐姐吗 他要把男女之间的关系 把它平衡 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 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 现在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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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结婚你干嘛 结婚不了 都要让我一家口火 你们没吃饭吗 没吃 吃吗 买的当对的 没人一个了 就再回事 他说的是每人一个 他没有说 女的应该把这东西让给男的吃 韭菜盒子 刚买的热的每人一个 刚才的两位男士 抚慰了孩子们的胃 接下来另一位男士 则用食物完成了一次 无言的交流 你干什么 你不准吃 为什么他可以吃 女德里怎么叫的 男为天 女为地 男士什么也没说 只是静静地观察 我先出去 我回来要检查 而当老师离开后 男士却立即起身 他会怎么做 似乎在挑选着什么 对女生来说 这颗糖 会有着不同的意义吧 看上去是一个很无声的动作 但实际上胜过了很多语言的力量 他把这个放在这 他带着一份善意的期待 放在这之后 不加干涉地离开 这是我欣赏他的地方 对 他是一个通知 就是等于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这个世界就是 这一颗糖果和另一颗糖果 是平等地放在桌上的 人人有份 没有什么被设定的 或者被要求的 进食的次序 前面的三位男士 用行为展现男女平等 而接下来的女士 则趁机开始了一次 和老师截然相反的教育 看懂了女生的委屈 女士另有办法 小姑娘这么可爱 你跟别人分享一下 你好 你自己吃吗 你热心自己吃吗 这么好看的小妹妹 吃完 这是一种 是什么 分下 孩子们被传授知识 但自己也可以学会选择 可以啊 你给我 你都不听好吃的话 你还给我吃 因为你刚才也把汉面挂给我 这要是什么 分一样 对啊 我跟你讲 我觉得 你分享给我的这个 给我吃的任何一种东西 都要好吃 因为我觉得你 懂得分一项 走吧 来 以后要这样做好不好 以后要做一个 好的 小伙伴 好吧 女士教会孩子分享 但这样的和谐场面 却因女演员的即将回程 发生重大转变 老师怎么回来 老师快要想给他 告诉你的状态 不等口呆 不等口呆 你不听我说话 刚才我回来跟老师说 那他说 我去摆选 怎么办 梁老师马上就回来 怎么办 我们的老师当然会回来 而且还会检查功课 刚才这个小姐姐给你们吃哈密瓜 你是不是等这个男同学吃完了 你再吃的 究竟向老师说了些什么呢 广告之后 你会怎么做 观察期许 欢迎回到你会怎么做 今天我们关注国学课 上一届中 女士打算向老师告状 你会怎么让他 不习惯 好 吃帮我吃了 没事 坐在对面玩游戏 然后想拿人托 然后这个哈密瓜 我自己也吃 我现在要给他吃 刚才这个小姐姐给你们吃哈密瓜 你是不是等这个男同学吃完了 你再吃的 不是我给他吃的 我只给他吃的 这是我之前给他吃的 后给他吃的 然后两人他们互相喂的 或许是为了老师看得更直观 女士现场重演了一次 我想吃这种可以吃吗 可以呀 谢谢 那老师大家 你们是国学的老师是吗 对 刚才我自己也是大老师的妈 然后待会我当时是幼儿园老师 就跟小朋友这方越比较亲 我之前也是在一个同学的幼儿园 我觉得他们这么大了 并不是说一个越大的小孩子 30岁 他们有分辨这个老师说话的 对错的 他们有这个去判断能力了 并不是很多东西 一定要强加给他们 因为什么叫成长吗 就是慢慢去发现 去经历 去体验这些 对吧 而且课本上 则字面 你生活都是我们自己去经历的 并不是 你看看文字 你什么就能知道了 对吧 文字不会教你 生活 也不会教你工作 也不会教你社会经历 人生都是自己体验出来的 你只有自己找到生意的 你去感受 你才能知道 这个文字 和我们生活上生活 是两码事 所以我们是广东卫视 你会怎么做节目组的 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我经常跟我妈在家也看这个节目嘛 然后我们就 就是我经常讨论什么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个老师 尤其是我听到他说他也是老师的时候 我就觉得 身为一个老师 你更不应该这样去教导你的小孩子 您也是老师是吗 对 我也是老师 我是幼儿园老师 但是就是 因为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 都应该碰这种东西 都应该去说这些东西 因为 尤其是我觉得 我也跟他同样是女孩子嘛 我也不希望 女孩子听到这种话 我也不想 自己女儿 以后 遇到老师是跟他说 我先拿个小女孩的 因为我不希望 让他通过他刚刚老师那些说的话 去影响他 甚至是打击他 我想先给他一个安慰 你在别人那里没有的东西 我也可以先 给你体验一下 然后后面 再慢慢地跟他们两个讲 叫他们分享 因为老师不是跟他说吗 说 他说 只能 等他吃完 他就吃了 我就觉得 应该告诉他们 从小应该分享 尤其 我是通过分享 然后把老师说的话 给他掰正 他也可以直接 老师再说 你要守规矩 你要等他吃完 才能再说 然后他完全可以 把这个饼干递给他 就说 老师 我这不是不守规矩 我守了你的规矩 但我也学会一样新的东西 它叫做分享 然后老师也会觉得 哎 那小孩子都懂分享 那是不是我老师都做错了呢 第一个是给小朋友上一课 第二个我觉得 也应该让老师去感受一下 也是让他看到小朋友 想想自己 是不是真的叫错 之前看网络上 很多这种社会新闻里面 你会发现啊 可能有五成到七成左右的 报名的这些家长 送进去的都是女孩 嗯 就女德班和这种所谓 披着国学外衣的这种糟粕班 通常都是向女童来输送这些东西 而且我们今天虽然剧情是演员的演绎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知道的那些披着狼皮的国学班 比他还要夸张 嗯 因为我之前看到新闻里边有 你知道他们恢复什么吗 缠足 是真的 把女孩子的七岁女孩子的脚 用白布开始一层一层的缠起来 至少说我在网络上看到的 所谓的那些什么国学班 女德班 包括我们演员演绎出来的 这肯定都不是国学 对 你看每一个人面对这样打着国学的旗号 披着国学的外衣 实际上是伪国学 嗯 都是立场坚定 非常旗帜鲜明 首先他们非常清醒知道 这是披着所谓国学的外衣 嗯 然后实际上传递的是一些不正确的价值观 他们每个都已经点明了这一点 但是说实话 面对这样的事情很简单 他已经明显违宪了 嗯 对 而且他们这个外学资质合法吗 这完全都可以用法律武器 就现场就可以拆穿他的 家长朋友如果一定要让小朋友去接触国学的话 嗯 其实很多东西 比如说围棋是不是国学 对啊 围棋里面就是涉及到很多 加减乘除算术的东西 可以帮助孩子甚至提升数学成绩 他得算一条大龙多少口气 没错 比如说写毛笔字算不算国学 嗯 你要真想写到横平竖直 这个小朋友首先要做到气息要均匀 有过写毛笔字这样经历的小朋友 起码能够做到情绪平和 哪怕到了他青春期的时候 不会做出一些特别冲动的事 所以如果家长朋友真的想让小朋友去接触国学的话 有很多有用的国学内容 他不必上来就喊 我在教你国学呢 焦围棋从来不告诉你 我这个围棋是国学 你敢否认围棋是国学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很庆幸能够看到国学 在当下能够热起来 但是在热的同时 人们能够更加客观 更加冷静地冷下来去思考 让那些真正值得传播的优秀传统文化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得到美好的延续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你会怎么做的全部内容 本节目是由东鹏特影大力支持 年轻就要醒着拼 累了困了和东鹏特影 大家可以在爱奇艺和腾讯视频 来收看我们的完整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 让我们再会